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田敦镇生产煤炭和黄牛 镇上人的营省大多与这两样有关 江丽群也不例外 16年前老矿场倒闭 在矿上坐卡车司机的江丽群成了失业工人 没了生计只好随大流外出打工 到厦门打工就台资企业里面开车 我就在里面坐司机开车 开了两年将近两年 打工虽能缓解一家生计 却解不了江丽群心中的结 在外面打工也不是个头 不可能一直在外面打工 后面就想着回来 一家子在外漂泊 终归不是出路 既然早晚要回老家 不如趁年轻还有闯进 回乡创业才是正仆 我妹妹那时候跟我讲 她说要不你回来开个饭店 反正你也喜欢烧菜烧得蛮好吃 带着对美食的热爱和五万积蓄 江丽群回到田敦开餐馆 新手入行 喜欢玩花样 从川菜师傅换到东北菜师傅 店里主厨换了一茶又一茶 生意始终入不敷出 从川菜到我们家乡这边 他们就不是很合口味 他们说又不知道怎么好吃 把爱好变成事业 往往会被现实的挫折消磨 这世间最好的老师 不是兴趣 而是生存 一位艰难创业的农村女性 此时能依靠的 只有她的不甘 和坚韧 江丽群终究还是拿起了锅铲 站在了灶前 刚开始有怕做不到好 但是我每天都在想 这怎么做应该怎么做 我几乎白天做的事 我每天回来 晚上我都会想一遍 今天什么事没做好 都会考虑一下 油是精神 油是精神 盐是气力 矿区工作繁重 江丽群对此深有奇感 思索出重仙重浪 才是让时刻口舌生金 流连忘返的博尔法门 前面我们这里有好多地方养的黄牛 小黄牛 牛肉的肉质比较好 我们就直接做这个煮菜吧 爆炒黄白是江丽群的拿手好菜 黄即黄牛肉 白即白萝卜 一荤一素 能在火炼中 炊炼出什么心思 新鲜牛肉买回来 它切也有讲究的 它要横着切 不能直直切 直直切炒的牛肉就很辣 切好以后 那就用酱油 啤酒捏一下 捏制一下 捏制一下以后 直接放下去炒 炒的是原汁原味 萝卜是放下去脆脆的 很好吃 爆炒 这种既结合矿区飘寒民风 又将重鲜重辣 发挥到极致的烹饪手法 让江丽群一朝开悟 从此时刻变成群结队 日日渐长 只用了五年 江丽群的破败老屋 变成了院落别墅 苍蝇小馆变成了豪华酒楼 挺辛苦 但是我也很乐爱这份行业 我想把我自己做得最好 要在牛肉馆林里的甜墩做到最好 江丽群还得刻苦钻研 我就把我的菜烧给别人吃 吃完以后呢 我看桌子 有没有剩菜 如果是整盘菜拿回来 那肯定是有问题 所以我就不懂 每天都在这样子努力去学了 利群水煎饺 既没有重鲜重辣的甜墩特色 也无关甜墩人喜爱的黄牛肉 却成了镇上最受欢迎的小吃之一 面粉我们一般都是定制的 它这小吃皮做得非常好 做得又薄又白 手工包要包紧 才是一盏要好的五花豆 就放点盐巴 放点味道鲜 包好的饺子齐整入锅 加水浆浆没锅 中火慢煮 饺子馅溢出的油脂 经过收汁 又紧紧附着在饺子皮上 色泽油黄 泪滴鲜美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的 做到别人爱吃 热爱总在不经意间 回馈为之付出的信徒 水煎饺的创造 彻底打通了江一群的任多尔麦 也让他的爆炒功夫更上一层楼 干锅牛筋 里经闷炒两道工序后 滚烫上桌 鲜辣弹牙香气四溢 麻辣甜螺宝 内藏乾坤 猪肉牢牢锁住螺肉的鲜味 鲜爽可口 这以前我们最早的大师傅 我们感觉很好 我们感觉很好 宴会厅 新的宴会厅 在装修 我带你上来看一下 哪一家绝房 你你爹做绝房 绝房那有干四分里的 南爹就光个地方出去了 你爹就散去了 刚开始是租别人房子 差不多一百多平米 越做越好 我就扩大面积 做大一点 过来过来小亭可以拜奖山山 而且移动的北风 从一百平米的小店 到两千平米的宴会厅 江丽群用十五年 完成了从下岗女工 到爆炒女王的华丽转身 个中心酸 她却鲜少向旁人提起 白水淡 朴实无华 连同家人的默默关怀 一起斗在带中 却能为江丽群提供坚定能量 创业本就不易 首业更是艰难 或闻或曼盾 或蒙火爆炒 通往幸福的道路并非一途 真是热忱的初心 也许会被挫败 但从不会被辜负 这众先众辣的乡野真味 或许就是乡村创业人的 张扬底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